在当下的流行文化里 情怀是再常见不过的关键词了 它几乎已经成了媒体眼中的财富密码 《侏罗记》世界3还远远算不上是一部完美的作品 但它毕竟能给观众带去长达两小时的欢乐时光 试问谁又忍心打出差评呢 本片的整体表现还算出色 那么在进一步评测之前 先让我们来聊聊它的不足之处吧 首先是配乐 麦克·吉亚奇诺的配乐实在是没什么亮点 电影里所有能抓住观众耳朵的旋律都来自原版 即出自约翰·威廉姆斯之手 其次主角之间的化学反应似乎有些奇怪 在某几段情节里 克里斯·帕拉特和布莱斯·达拉斯·霍华德 看起来都是一副想早点下班的样子 还有就是麦西这个角色了 虽然伊莎·贝拉色萌的演技无可挑剔 但恕我直言 它存在的意义就只是为了让观众同情片中的恐龙而已 好在以上这几点都不算是硬伤 《诸罗记》世界三级操纵着恐龙的DNA 也调动着观众的神经 同时还在系列前作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大阶提升 最显著的进步体现在女主角克莱尔·迪尔林身上 她在前两部电影中经历了巨大的转变 但这样的人物发展路线并不完全让人买账 如今我们在片中的某些时刻进一步地了解了这位角色 我们重新认识了过去那个容许伊斯拉·纳布拉尔岛毁灭的人 也明白了他现在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他眼中恐龙也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了 说到恐龙 《诸罗记》世界三的确为我们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 相较于过去的几部电影 本作运用了更多特效技术 不过这些新的迅猛龙整体上还是形式大于作用 他们跑得再快 也不过是用来给欧文 克莱尔和凯拉做陪衬的龙套而已 动作戏方面 片中不乏各种迅猛龙追逐战 以及恐龙之间的厮杀 倍数粉丝喜爱的布鲁 老奶奶Rexie和双脊龙也虚数回归 之前提到的野蛮盗龙 就是整部电影里唯一看起来有些奇怪的恐龙了 所以各位大可不必担心 在大打情怀牌的同时 《诸罗记》世界三也在认真塑造新角色 马莫多·阿希完美诠释了拉姆齐·科尔的人物形象 德汪达·怀斯饰演的货运飞行员凯拉沃茨 更是深得我心 还有布鲁的那只小宝宝Beta 也许有人会好奇 主创团队设计这只小家伙的目的 是为了带动周边商品的销量吗 答案大概率是肯定的 那么它是《诸罗记公园恐龙大家庭》里 超级无敌可爱的新成员吗 我想答案也是肯定的 我已经计划好了 它的毛人玩具特别适合摆在 尤打宝宝和格鲁特宝宝中间 而《贝塔》和《野蛮盗龙》 并不是片中维尔新增的史前角色 本系列引入了一种全新的生物威胁 它最终甚至会超越恐龙 成为全人类的头号公敌 山姆·尼尔 劳拉·邓恩和杰夫·高布伦也重新回归了 他们再次化身为 艾伦·格兰特 艾利·塞特勒和伊恩·马尔·科姆三位博士 这是他们时隔30年来的首次一幕重剧 想必一定满足了很多粉丝的心愿吧 更重要的是 他们三个可不只是走个过场 亮个像这么简单 电影编剧们确保了这一点 对于剧情来说 他们的存在无疑是合理的 他们回归形式 也不会让观众感到生意 在电影故事里 恐龙已经成为了会持久存在下去的威胁 人类世界不得不面对这一挑战 而《猪肉记世界3》并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 似乎主创团队们不太相信观众的智力水平 也就没有去探索更复杂的剧情 随着该系列又添一步续作 这样的事情还是有些让人失望的 好在《猪肉记世界3》在其他方面有着充足的内容量 相信在影迷朋友们的眼里 它依旧精彩无比 充满乐趣 这部电影照顾到了粉丝们的情怀 也在故事中完成了全新的挑战 并且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个人而言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见识见识 该系列的未来规划了 《猪肉记世界3》显然不是猪肉记系列中最完美的作品 但它却成功地满足了观众心底的情怀 与此同时也完成了让史前生物 在现代世界中自由穿行的挑战 《猪肉记》